這是第一張圖畫,想在這裏表述出來 第二張圖畫,正如說 當我們講到基督宗教和民主關係 如果我們不會放在一個理念程度處理 放在一個本土內 我們就看看香港的教會 其實我沒有一個答案給你們 我只是給你們提供一個連述性 是否準備好和如何參與呢 在香港的情況下 大家要知道 香港基本上是宗教自由 和國內不同 所以香港是沒有任何宗教條例 任何宗教團體是以社團條例來註冊的 就沒有宗教條例 和國內不同 國內是有宗教團體註冊 有社團條例註冊 今天如果你看報紙 上星期也有 South China也有報道 在北京的審望教會 他們就去宗教團體條例註冊 他們就要去社團條例註冊 而中央政府說 不行 你要去宗教團體註冊 他們說我們不去 我們去社團條例 社團條例說我不跟你註冊 所以這是非法註冊 政府就說你們是宗教團體 他們是宗教團體 因為現在宗教團體 那些條例是下制宗教的 我當然不在你們註冊 我為什麼不可以在社團條例 這裏就是用國內的註冊 香港就沒有這個註冊 是用社團條例註冊 而另一件事我們就問 香港的基督徒 包括天主教的基督徒 根據官方數字 即政府的統計數字 加上大約8-9% 這個數字 其實只是透過 教會給他 就是有沒有定時回教會 或者等等 但原來很多基督徒 是不回教會的 第一 還有很多基督徒 是不受洗的 就是等等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是透過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一個調查 在2009年進行了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 我們是委託他們做的 這個調查就發現 原來 他說他是基督徒的人口 是18%多 這個調查 這個不是我們弄作的 是找亞太研究所 跟我們做的調查 就有18.5% 但與此同時 浸會大學 他們也是另一個部門 做了一個調查 發覺到 那個比例 是相弱的 即是變成 原來在香港的 這裡只是說基督徒 不是說天主教徒 是有18.5% 如果加上天主教徒 大概是有4.5% 其實認同 他說是基督徒 香港人口是佔了22.5% 是這麼多的 當然 你會說 喂 但在人口補查 就說我們只有7% 究竟是誰比較適合 如果我們說 拿兩者 拿到中間 其實大概是15-20%的人 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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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裡 他可以是不回教會 或者他沒有審使 但現在在說 他自己覺得他是基督徒 這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的一個數字 我們以為 香港基督徒人口不是水平 很多 但原來是比我們想這樣說 而事實上 在高官裡面 我想有一定的百分比基督徒 甚至你在早前 看香港電台的劇集 《窮富翁》等等 《田北辰》 他說是基督徒 很多有錢人都是基督徒 所以當中 只佔了百分比 是比較高的 好了 可能大家就開始 我想說一個背景 即是說 這些人數多 會不會改變到一些東西呢 就是在問這些 有些人就開始說 原來香港的基督教 在香港共有一定的影響力 可能大家歸咎於 和九七前 在英國和英國殖民地有關 大家知道 因為英國是一個聖工會的地方 等等 所以 令到我們基督徒人數 是比較多 但大家要知道 其實這不是一個原因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原因 我想想的原因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其實殖民政府 是對於華人 基本上是不信任 他是信任 是基督教 即是他不是信任 只是一些華人 即是 以至到 當中 他對基督教的 那個編號 或者是等等 各方面 其實 不是說 他對宗教的一個編號 而是說 其實是一種種族主義 我是對華人 我是不認同 我是害怕你們造反 或者這樣 所以 變成相對來說 他對於這個宗教 是特別的編號 其實是一個 種族的政策 即是 我是對華人 我是不認同 我是害怕你們造反 或者這樣 所以 變成相對來說 是跟歐美人士 而歐美人士 是基督教 所以 我覺得 這不一定 是因為 他是一個宗主國 英國 是一個英聖公會 所以他是基督教 這個基本上 是跟一個 種族 是有一個問題 而第二 大家知道 在1949年 新中國成立之後 其實 是整個世界 對共產主義 是抱著華爾態度 而在傳統裏面 一直是基督宗教 是在反抗 共產主義 主要是說 他是無實力 所以 在一個這樣的場合 之下 在一個 政府裏面 合作的夥伴 是會是基督教 不是因為 他是基督教 而是意識形態 是槍斥 就是因為 是一個反共產主義 我想說 這些fanties 就是我們 要擺在內 去做 而同樣 在前期的歷史 我們也知道 基督教 是殖民政府 對中國人 社會精英的吸納 就是教會學校 等等 是對一些華人的精英 其實是用基督教 是在吸納一些華人的精英 以至成為了政府裏面的東西 來認同社會的價值 然後在控制華人 我想說這些因素 是我們要考慮 而不是有很多人去解釋 就是說 所以 為什麼基督教 是香港這麼大影響 就是因為 有時候 港英政府 等等 其實背後 是有其他不同的意識形態 是影響著的 當然 當你再說 香港基督教 你也會觀察到 香港的基督教 是相對於其他宗教 的財力 是有很大的財力的 例如你看學校 看醫院 等等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政治氣候的變化 1949年 大陸變色之後 全部宣教士的資源 所以 海外差略的資源 是全掉到香港 希望 時間適合的話 這些資源 是回到國內的 所以 但當然 我們看到 最後是沒有了 因為國家的一個封閉 等等 所以 變了很多東西 來了在香港 所以相對來說 基督教的資源相對豐富 以至可以發展 等等 不同的東西 就會不同了 相對於其他的 無論宗教 或者其他的社會團體 等等 什麼鄉事終生會 理事終生會 就是沒有牆 這些東西 沒有這麼強 很厲害 對 你不是這麼強 應該這樣 我想說 這是一個背景的圖畫 我們是要掌握 問回香港基督教 會是怎樣 這只不過是社會的分析 一些延況等等 至於在香港基督教裡面 其實 我們要看 他們對整個社會參與 是跟他背後的神學理念 是很有關係的 有時候我們是分析了他來問的 意思是 如果我們…